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这一场谈闭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姚永安 上一节已经听到我和我们今天的嘉宾 Victor讲到究竟中国的外长 王毅来加拿大访问 在这个记者资料会所发生的问题 但我们也更加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究竟这些个别事件 因为王毅当时的表现 反映着今时今日中国在外交上 所定下的一个姿态 甚至是一个态度 王毅高兴继续和Victor继续讨论的话题 我们就讲了他当时所说的语言 但其实你觉得这是个别事件 或是今后我们会看到更加多的 这种所谓比较恶、比较强硬的姿态 如果你看回中国近一年半载 在国际舞台上的很多表现 加上在南海对菲律宾、越南 这周边国家的一些态度回应 特别是菲律宾申请国际法庭有关的领海 领土就是那些倒潮的问题 中国说你怎样判我都不会听 这种走势就会发觉强势出击 都发现一个新常态 中国外交新常态 而这个新常态其实我看到 会提高了冲突的风险 因为是一种不退不让 也不是一种协商 或者是一种寻求 一种宁内的方法解决 就是以我为主 中国已经有既定的方针 对于自己的国土的完整 国家的安全 以至于中国经济的走势 这大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 就不是十分之美好的 有很多隐忧 无论是股市 就算升后面的房市的泡沫化 以至到中国产能过正 以至到中国的整个生产力 以至到GDP都是趋向跌势 在这种情况下 更加需要在外交上 展示他强力的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就表示 他仍是掌控大局 仍是能够处理问题 但问题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 你讲的态度 或者立场的问题 譬如说 你讲到中国 或者中国人来说 讲到这个领土的主权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 无论是钓鱼台也好 菲律宾的岛也好 越南也好 他有一定一个很强硬的立场 这个我绝对明白 但通常我们现在说 就是在外交上 尤其是跟一些友好国家 很明显他不是跟加拿大 在争温哥华土的主权 究竟在普通的一些外交场上 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态度和语言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你刚才说的 中国的经济 究竟是不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 如果中国的外交人员 在外国 有这么强硬的姿态的话 如果是影响到 政府的官员 甚至是人民 或者是企业的看法的话 其实这个对中国的经济 都不是好 当人们怕了你 你这么恶的时候 我不跟你做生意 或者我转去做第二个 帮我做家工 其实是否都会影响中国的经济 有两个问题 你看看何韵思 和法国的化妆品公司 强势压下来的化妆品公司 因为国际的化妆行业 不是一哥也二哥 都是要跪下 马上就把那份人的身份要撤除 还要发出的声明里 很急就张 这方面 你刚才说的 很难看 别人不投资你 另一方面就说 很多人会屈服于这种强势的压力下 不得不做生意 你会看到中国可能就会倾向于后面 我越强你就越是要服从我 是不是真的越强硬就可以做生意 你现在看到 你对香港的书局的人员 是强势出击 主动出击 还要跨境 还要做很多东西 都去到你家 入屋 找人 拿走 以往我们觉得匪夷所思 这些好像 好像那些贼仔 或者张子强 那些绑匪才会做事 为什么现在跟中国政府 或者中国 庄局有关的人 肯定是 否则否认 这些不知哪里走出来 这些贼仔做的 不关他的事 他没有否认的话 就入他数了 一定是中国的一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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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怕了 国际又怕了 我觉得 即是 怕就是一件事 跟中国做生意 有一件事 但是 对于 海外的华人 其实都是怕怕 因为会 会辐射到我们 在西方社会 对于我们生活的 华人的一种观感 或者他不会分得清 你都移民来这里了 你都跟那个国家 没有任何的国籍 或者公民的身份关系了 只不过有血缘的关系 有那个族裔的关系 但是你不会分得那么清楚 这个我同意 虽然说撑开了话 离开了题目 但是我也觉得 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也看到 香港的移民 经常批评大陆的移民 我很多时候也觉得 其实今时今日香港移民 批评大陆的移民 其实九十年代的时候 主流媒体也批评我们了 但今时今日的香港移民 觉得 明白了 也没有这么做的时候 反而觉得 一些新来的移民 这样做 不是很顺眼 但是问题 我也跟他们说 就是其实 大陆移民也好 香港移民也好 台湾移民也好 甚至我们土生也好 其实真的在主流社会 或者在某些西人的眼中 我们其实全部都是华人 没分彼此 你们互相骂骂也不关事 总之他们就当你们一个整体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当然很多人就说 中国强大的时候 我们海外的华人 有江彩之类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这么说 可能是假定题 但问题是 反过来 如果中国是 不是很受欢迎的时候 很认真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吃光 这个是另一个话题 但我仍然去到那种事情 就是 现在 如果照你这么说 就是这个其实 我们会越来越看得多 是中国的外交官员 出去的时候 甚至国家领导人 出去的时候 就会有这么强硬的姿态 出来说话 我估计短期内都会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南海事件也好 或者你现在看到一带一路 中国都是想找出路的 就是想突破一些国际上的 一些无论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或者是一种形势 对中国好像有一种隐隐言 有一种新围堵主意 所以它要在巴基斯坦 或者缅甸找出海口 也都要招揽中亚的国家 也有上海经济合作组织 对吧 上合组织 这些都是 不是靠你们西方 或者是靠欧洲 俄罗斯都是一个助力 或者周边的国家 中国都会跟他们结盟 或者某程度上的 一些友好是好的关系 令到他们少些麻烦制造 这方面都看到中国 用四面坐的就好像好严重 实际上中国有一种感觉是被孤立的 特别在菲律宾这件事上 那个国际法庭 它发觉日本和美国 会跟菲律宾同一阵线 甚至越南 都是隐隐言做着它的神圣同盟 当然越南也跟它有这个力 中国看到它在南海里 你的布袋不断伸进去 但可能每个人都会打你一起 但是这个问题是 这时你的领土越大 那你就会变成自己的筷头越大 你就受激力越大 于是你就要穷于应付了 但这个问题 我又觉得那件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纯粹 就是从中国国内的角度去看 以及我们在西方 住了相当日子的角度去看 因为譬如说 你好像在说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中国的高级官员出来 让加拿大人看得到 就是说你和我们这么不一样的 就是在基本的问题的时候 加拿大不是没有人权 我们加拿大都会常常被人问 为什么要被人问 原住民都会罵很多 那我们都见惯不惯 不仅是中国才说人权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这样去答法 和这样去做法 其实反映着那件事就是 你中国和我们加拿大 真的很不一样 那个价值和那个做法 很不一样 本来都不一样了 你不要以为 闹完之后才知道 不一样了 不是的 那件事就是说 譬如说 加拿大要和韩国 和南韩和日本 甚至跟基睿斌合作 其实你说在政府 或者民间的角度 大家觉得好像会容易一些 但是跟中国的时候 大家肯定觉得有些事情 就是差点差点的 我们在加拿大生活 我们就面对一个价值观的取舍 我们其实呢 在这里我们在价值观 我们已经站在高地了 我们这个共通 比较走得 在世界上走得比较阔一点的位置 我们去到欧洲 去到澳洲 不会有任何差距 即是几乎零差距 但是我们一去到中国 无论民间 无论官方 我们一定要调色一下 自己讲话的方法 或者自己选择的话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出现了一个价值观的红沟 现在这个王毅外长来到这里 就把这种红沟 就好像火山爆发那样爆出来 所以最近好像说 华为最近说 想找一些人来这里做事的话 都不肯批 其实就是说 他就是担心你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说 当大家看到价值 和那个 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难做的 你不可以因此而说 我们中加之间 既然那么大分歧 其实大家应该拿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 有争议的地方 我们其实要学美国 中美之间在70年代 80年代 就是agree to disagree 是的 我们是承认有很多不同 但是我们还有一条底线 可以合作的 在经济上 在社会上 民间上 那些非官方渠道 我们源源不绝这样做 因为那些是不涉任何政治立场的争议 是双方都有共同需要的 例如留学生 喂 关你政党什么事啊 关你意识形态 是不是马克思 是牛克思 或者列宁 无关事的 只要你一个当政政府 要留学就是 人民的需要 教育的需要 权利 他可以选择 他自费也好 或者拿到奖学金 在这方面 其实很多共同的交往 甚至共享的价值 是在上面争论以下 是暗流 其实是很简单 你甚至是说 你不讲个别的事 你讲中国的人权 你十年前比较起来 基本上 是比之前是好了 起码十年前 那些人都不可以出来 旅游 相对 你不要这样说 不是 那问题就是 我要为电视台着想 不是 那整体来说 如果十年前好了 为什么又有李波这些事件 十年前都想象不到会发生 不是 这个是整体人民的问题 你不要投资没份 有时 他觉得 你好像当李波不存在 他的处境是什么 这个是恶化的 人权律师都捉了 全中国人权律师捉了九成 有些运到现在 一家三口 好像王宇小姐 老公又运 儿子又被人绑架 这些是有改善 但是中间的 和国际的 窮构价是很大的 对了 你也说了有改善 改善可能是新全权 个别事件 当然有很多问题 李波事件 或者刚才你所说的 也有的 当然我们在下面 也说了中国人权 但是时间真的说到这里 就说不完 下个星期又来一个话题 跟大家继续讨论 拜拜